你能想象75岁的残疾老人 还要赡养104岁的老母亲吗 老人叫蔡东凤 家住四川省峨眉山市 他四岁时因意外导致双手双脚截肢 父亲又不幸去世 坚强的蔡东凤 开始独自打理家中的一切 四肢不全的他跪着撑起了这个家 2004年患有眼疾的母亲摔了一跤 失去了自理能力 这让本就艰难的蔡东凤雪上加霜 75岁的他开始照料母亲的一切 蔡东凤每天用自己的残壁切菜做饭 给母亲洗澡洗头洗衣裳 两个妹妹都已经出嫁 蔡东凤就得独自一人 主动承担起赡养老母亲的重任 蔡东凤行动不便 膝下穿的是他自己特制的鞋 至今已磨烂了两百多双 即使一个简单的事物 对他来说都异常艰辛 可就是这样 他还是将母亲照顾得细致如微 虽然辛苦 但蔡东凤毫无怨言 他说母亲把我养大 我就必须照顾好母亲 蔡东凤没有健全的四肢 但他却真正的顶天立地 为坚强孝顺的蔡东凤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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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